有了前人成功的经验帮助 真的能少走很多运网路 而借由侨胞经验也可以快速的连接全世界 侨委会在2021年首次举办全球 杰出侨生校友选拔 包括广达电子董事长林白礼 HTC宏达电前创办人间执行长周永明都入列 而同样在电子产业的杰出侨生 我们还要看群联电子创办人潘建成 他19岁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攻读交大控制系 25岁完成交大电控所硕士 隔年也就是新月2000年 他跟另一位马来西亚侨生以及澳门侨生 在家两名台湾人 5个人在工研院的一间小小地下室成立办公室 凭着单纯的工作理念和学校习得的技术 成立了Finson 这是取5K Person的谐音 5个人靠着创业伙伴们 向亲有酬得的100万美金白手起家 回想当年他自嘲说 最早只是为了每个月5000元的研究费 跟老师学习快闪记忆体技术 没想到跟上时代趋势 用这项技术创立了群联电子 不只做出世界第一个单晶片USB 随身碟立足世界 更帮助AMD从跟英特的征战当中反败为胜 从台湾敲开世界订单 乔生来台念书也是台湾汇聚人才的一个管道 目前侨委会对侨胞招生的名额已经提升三倍 而且已经有超过16万名乔生 在台湾学业有成 他们回到家乡贡献 或是留在台湾发展 来看他们的故事 从来台湾念书的那一天起 从来没有想过创业 只想到大学毕业后就回马来西亚找工作 因为第一个家里本来就没钱嘛 19岁从马来西亚到台湾 读到交大控制工程硕士 而且还是第一名毕业 1974年出生 群联电子创办人潘建成 在台湾学业有成 真正学东西是大三暑假开始 老师开始要做所谓快散记忆题的 这种控制晶片的研究 我们被找过去 会加入是因为一个月5000块 最主要不是要学东西 最主要是要赚到5000块过日子 那也就因为这样严故 就跟老师学到了很多 这个社会这个当下需要的产品 当下技术 那才有后来群联电子的产生 群联电子2000年创立至今 靠做快闪记忆题起家 记忆题内各种装置 最核心就是那块IC设计晶片 做出关键产品是这个 全世界第一个单晶片随身碟 我们历史第一只就这个 历史第一只 就长得丑丑丑丑丑 我们看到这个就像 回到学生时代的感觉 对 20年前 天字第一号产品 既是公司里程碑 更是时代集体回忆 象征从3.5磁变 跨入Mega Giga 记忆体时代 群联的本业呢 做的叫储存 意思说 今天全世界的电子产品 你只要要开机 要上网 它号称有智慧 有智能 里面必备存储 所以我们做什么 我们在做它控制晶片 扣掉这个延厂 我们第三方 整个控制晶片加系统我们是最大的 成立21年 市值在2021年突破625亿元 年增29%历史新高 如今敢说世界最大 靠的是师辰焦大所学 IC设计精髓 去年电子坚持整个IC100%自己做 所以我掌控力很高 所以我们这种形态公司呢 前无古人 后面会不会有决定来者 我判断不会有 那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加强 人力资源跟研发投资 我们会成功 只有一个就是研发要一直扎根 大量投资往前跑 跑快一点 但前无古人看似市场优势 领投阳在高处也尝尽市场风寒 群联发展时也是台湾IC进化时 风光背后一波多折 想揭开太平洋上半导体大战序幕 2003年遇到这个大缺货 Samsung本来只供给我 后来就把我撤掉 货直接撤掉 我们的营收直接归零 因为全球只有两家 不是他就投血板 那后来还是投血板救了我们 雪中送炭占有一席之地 台日韩三大半导体国争夺 时而合作多处竞争 2018年一个让群联 撑干跳的机会 从天而降 最大的契机 群联电子你要看到今天的成绩 当然大家努力 我们12年的转型投资很重要 可是最大契机在2018年 AMD AMD17年快破产了 快死掉了 AMD今天活过来 是靠那个七奈米 他做七奈米的时候 孤立无言 因为英特尔把所有可能的资源都把它切掉 当年AMD被英特尔夹杀 急需关键产品转型 摆脱廉价处理器供应商定位 但英特尔扬言封杀 没人敢帮AMD 转而找上群联研发第四代PCIE 这是用来连接主机板跟CPU的晶片设备 没有它主机动不了 如果没有这支产品线 AMD的系统平台的速度 基本上跟Intel是一模一样 走卷山的 所以它的CPU就算你领先 你周边也起不来 就好比说 你今天从这个地方到台北市 你没有高速公路 你就慢慢走 我们得开出一条高速公路出来 这一仗成功 不止AMD起死回生 Intel跌破眼镜 群联也从台厂跃升世界大厂 技术领导地位确立 从AMD敲开世界订单 真的9个月不眠不休 不眠不休 台积电也帮忙 Toshiba也帮忙给Flash 赌注啦 赌输了就认了嘛 赌赢了我们就可以翻身 好赌啦 直接投平亮三 如果有问题 就报废啦 那个全部材料7亿台币 我们在2019年7月7号那天 协助他把产品 放到市场上去 全世界没人相信 但是因为有这个成绩 全世界的美国 老板们都相信我们 这是很多台厂精神 抢别人不敢抢的单 赚别人赚不到的财 南征北讨 发现别人已经追不上车尾灯 我觉得群联这个公司很奇怪 灾难越多 成长越快 群联电子 21年了 从一开始什么都没有 走到今天你看到规模很大 可是21年 我老实说 每一年都有它的挑战 每一个挑战 我都觉得我们克服不了 如今疫情驱动 全球晶片荒 半导体日不落 但半导体人才后继 却零零落落 潘建成多次投书媒体 以自己成功乔生案例 呼吁政府引进乔生人才 补强直缺 群联本身一方面在台湾 扩编工程师 潘建成也到大学办说明会 一方面跟马来西亚大学合作 吸纳人才到台湾 复制 潘建成模式 因为群联的成功 也是乔生最佳典范 群联英文名称 指的就是五个人 五个人 这源自当初草创时五个人当中 有三人是乔生 那我觉得技术的开发 对我来讲我看不到 老实说了 困难吗 没有太困难 在意就是你要大量的人力资源 以去年的规模来讲 往前跑 新的技术绝对不是问题 那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 人口 台湾的人口是严重不足 那要么我们就跟大家一样 用挖的 挖东家挖西家 可是我觉得 这个真的不长进 所以我启动了一个计划 我最理想找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华侨 所以我们开始跟马来西亚的大学 开始谈合作 毕业生如果有意愿 我们就把他带过来 我们在做的就是培养大量工程师 然后把产品做到最完美 关键技术要持续不坠 需要人才不断研发 潘建成把自己在台湾所学 鞠躬尽瘁把台湾推向世界 十足台湾之光 世界半导体擂台上 前有他亲自领居 后就看更多来者 跟上群联为首的台湾队形